飞碟晚餐 陈辉文时间 飞碟晚餐 我是陈辉文 11月6号 今天是礼拜二 跟天天朋友们报告 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在国废火车 我们谈台北市长的选举 那每一句今天选举 是蔡总统在宜兰的辅选 那蔡总统呢 提到年金改革 天朋友你了解我的 只要蔡总统谈年金改革 我就得做补充 为什么 因为蔡总统讲的年金改革 大部分都是错的 虽然他是总统 虽然他是法学博士 但他讲的大部分都是错的 我讲的才是对的 所以放在今天美国的单元 第二段我们要看 美国的其中选举 明天会有初步的 这个结果 但是美国媒体的报导说 这一次是有史以来 花最多钱的选举 新台币总共砸了1600亿 我这怕死人 这是大家选什么都搞不清楚 那我们的选举 也花很多钱 之前黄伟哲爆料 民进党台南市长的党内初选 有的人花一亿 一亿呀 多可怕 我们知道现在 民进党台南市长的候选人 是黄伟哲 也就是说呢 黄伟哲爆料 初选花一亿的那个候选人 他在党内初选输了 宏青 他初选输 又花一亿 哇 这个买卖非常的不划算 这个我们第二段再来谈 好 第一段我们谈这个假新闻之前 先跟Tim报告我们的 飞碟晚餐的节目 我们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现在呢 我们会做这个脸书的直播 所以要请Tim报上这个脸书 你在脸书输入那个飞碟联播网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这个我们飞碟电台的官方的网站 在应该讲官方的脸书 就是飞碟联播网 就可以找到 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脸书的直播 从今天开始 就做脸书的直播 那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晚上七点多呢 我们会做稍微的后制作业 然后会放在YouTube呢 会有重播 那我昨天跟大家讲 重播的那个 YouTube呢 请大家一样 一样是搜寻飞碟联播网 这点特别跟大家更生 就是说脸书跟YouTube 你们都在上面 这个搜寻飞碟联播网 就可以找到我们 电台的这个账号 我们账号的名称 就叫飞碟联播网 脸书也一样 YouTube也一样 那我昨天特别跟大家报告说 这个内容的部分 我做个补充 就是说在脸书直播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这个 on air的这个 第一时间的内容 但是我刚讲说 在YouTube重播的时候 我们会稍微做一点后制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在YouTube看重播的时候 在我们荧幕的下方看到 现在正在讨论新闻的标题 标题 那这个标题是我下的标题 那跟我们谈的这个新闻 议题的内容是相关的 那你在脸书看直播的时候 没有标题 但是如果你在YouTube看重播的时候 会有标题 那这一点是跟你用收音机收听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TNP你也知道 菲迪电台从19 好像是20几年 应该是1996 一直到现在 其实如果以网络的这个 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们电台是非常非常的落后 非常落后 在脸书啊 菲迪连播网的粉丝有 8万多人 那这个以一个 以菲迪电台在台湾广播界的 这个分量来讲 这个数字太差 太差了 就是说你平常没有耕耘 我不得不批评我们自己的电台 你没有耕耘的结果就是 你粉丝只有8万多人 那其实比一些演艺圈的 什么C咖什么的粉丝都还少 那YouTube的频道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做 我今天看了一下 按订阅的 YouTube按订阅只有800多人 那这个数字也是非常非常的离谱 我就说以菲迪连播网在 这个二十几年的 这个这么这么资深的电台 但是在网络的这一块 起步比较慢 我必须讲起步比较慢 那我们节目去做直播 脸书直播跟YouTube重播这些呢 听到没有这个不是我的决定 这不是我的决定 我是这个 的全力配合 这是老板的决定 不是我的决定 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脸书 飞碟联播王的脸书 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 然后呢 可以在YouTube呢 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重播 那听到没有 如果你有什么 对我们电台的意见 对我们节目的意见 都可以在这个脸书 跟YouTube 然后呢 他们有留言的功能嘛 所以请你到 脸书的话是按赞 然后YouTube的话是按订阅 那按赞跟按订阅都是不用钱的 跟那个Twitch不一样 Twitch呢 有些这个订阅是要钱的 那就是要收费的 但是我们这个是扩大 我suppose应该是 扩大我们飞碟电台的那个reach 这R-E-A-C-H 那reach就是说 透过各种不同的平台 其实无论平台跟媒介是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这个 这个内容本身 content还是最重要的 那 我之前欠大家的那个直播 我们礼拜四 今天是礼拜二 礼拜四 礼拜四我们来 不是你现在看到的直播而已 我会把镜头 请我们这个同仁帮忙 我们同事帮忙 让大家看一看这个 电台的这个环境 也让大家了解说为什么 每个节目不一样 像你现在看到我们脸书的直播 我们的节目 有些节目它是不直播的 然后我们电台有些节目的直播是 主持人是不露脸的 像光瑜 那他有他的风格 那他保持他的这个 我觉得这很好 那其实夜光家族 已经开过很多次的直播 包括这个上个礼拜的荣祖儿 那么多直播 那我们的直播呢 可能跟 譬如说光瑜的啦 或是其他的 我们电台其他节目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的 娱乐性比较低 这一点我要特别跟大家说明说 可能不会有什么 什么点歌啦 什么app的互动啦 或者说也比较 众议性的这个桥段 没有 我跟各位讲很抱歉 没有 我做节目的方法 跟我们之前 没有开直播的 是一样的 只是他多了一个镜头 然后你可以在脸书看直播 你可以在YouTube看重播 然后在YouTube重播的影片里面 上面会有标题 会有标题 那差别是在这里 差别在 我以前的制作人 他离开我们电台之后 我就是一直要跟大家解释说 因为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以前 郑晓晴是我的制作人的时候 他会帮我接call in 他会帮我看app 但是 他走之后 就没有人帮我看了 那我没有办法去看 因为我要做节目 我没有办法 这个一心多用 所以 礼拜四 所以 那个 礼拜四的 我们主控的影片 我会拜托我们的 燕安兄 然后 同时放在YouTube跟脸书 因为我知道 大陆的朋友 要上脸书比较困难 要上YouTube相对比较简单 相对 因为我也不会爬墙 到底怎么爬我也不知道 就两边我都会放 然后直播的时间不会太长 大概就是 两三分钟 或是五分钟 我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主控的环境 然后让大家了解 我们作业的过程 这一点 特别跟大家预告 所以 请听听朋友在 礼拜四 11月8号之前 然后去找我们的脸书 找我们 非谍电台的YouTube 非谍联播网 非谍联播网 你就找得到 11月8号 礼拜四后天 我们会开直播 灰文兄 我这个礼拜很忙 我下个礼拜才能上网去给你捧场 没关系 因为我们影片会一直放在网络上 不管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影片 或者要介绍我们节目主控的 这个礼拜四的那个短的影片 无论长的影片或短的影片 都会一直放在YouTube 也会一直放在脸书 那这一点要请听听朋友多多的捧场 我刚讲 脸书只有八万多的粉丝 YouTube只有八百多的点阅 这个显然我们电台 在这一块的这个耕耘 起步太慢了 但是有开始做 Touch英文就是 Never too late 永远都不闲玩 那需要的是听众朋友的这个支持跟鼓励 到我们的脸书 搜寻飞碟联播网 到YouTube 然后去 也是一样搜寻飞碟联播网 然后帮我们按赞 跟按点阅 那你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的这个 电台的消息 不止我们飞碟晚餐而已 好 我们来看这个今天 第一段要谈的内容是这个 联合报头版头 来提到的中华奥会的主席 昨天在行政院报告 担心如果这个 东奥证明公投通过 中华奥会的会计可能会有危机 联合报是起忧心 其实这个是起人忧天 联合报根本不应该把这新闻做头版头 我每天都看联合报 我当然知道联合报不是第一次故意吵这个新闻 这个就是传播理论所谓的这个议题设定 这个agenda stating 联合报 他没有写出来 我来帮他讲 联合报很不希望这个公投通过 联合报系 联合晚报 联合报都一样 他们不希望这个公投通过 讲白点是这样子的 说我跑得快 那昨天也去开会的行政院政委员 张锦生他说 公投是人民的权益 政府不会干涉跟违背中华奥会 跟国际奥会的运作跟协议 张锦生讲的够不够白 我来补充两点 第一点是我们之前跟他讲过的 公民投标法第三十条 那实践的规定我就直接讲重点了 换句话说 我直接讲公投法的意思 如果冬奥证明公投通过 政府是不是要下令中华奥会 跑去跟国际奥会申请说 我们要改名 是不是这样子 当然不是 公投法有没有规定这样子 没有啊 他哪有说这个公投通过之后 他是写说 有关重大政策者 应由总统或全责机关 为实现该公民投票内容之必要处置 那怎么处置呢 他没写啊 你这个公投过了 是不是一定要改名 中华台北改名台湾 没有啊 谁跟你讲的 我再补充另外一点是 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啊 他8月6号说的 赖院长说 依照1981年的洛桑协议 我们参加奥运就是用中华台北 赖清德说 我相信很多人不满意 但是目前情况就是这样 赖清德说 民间的各种声音政府都尊重 现在这个时候呢 运动选手的参赛是很重要的 赖清德说 我们要保护这个权利 所以综合张景深跟赖清德讲的 我把它翻成白话文 就算东奥证明公投过关 蔡政府不会 中华奥会也不会 去跟国际奥会申请改名 那你问 那霍运兄 那证明公投过关意义在哪里 就没有什么意义嘛 就一个人民意见的表达嘛 请问中华奥会主义 这个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请问联合报 这个新闻有必要放头版头吗 苹果电子报今天推专题 公投通过的会怎么样 这是用高海战术 切了很多篇 可惜每一篇都写一点点而已 没有想要重点 比较像是为了交专题 做专题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 那每一个公投案的状况不一样 那如果苹果电子报 真的要做专题 应该认真的做 坦白说 每一次公投关心的人都不多 我们今天只谈东方正名公投 听到没有 我说结论就是说 如果正名公投过关 我们不要用中华台北 我们要用台湾的民意参加奥运 如果正名公投过关 并不等于我们主张台湾独立 OK 再来 如果正名公投没有过关 并不等于我们主张统一 所以我们国内的统派跟独派 不要乱做文章 阿共的鹰派也不必没事找事做 我再讲一遍 如果正名公投过关 并不等于我们主张独立 如果正名公投没过关 并不等于我们主张统一 这是要 你是在坚定什么 这个就是公投法被滥用 我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子 你公投过的也没有意义 那你做这个公投干嘛呢 我不同 我不是只有批评东奥正名公投 其他好几个公投 坦白讲也差不多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 另外一个新闻 今天联合报读的投诉是 这个大学教授林世忠 还有联合报的小社论黑白集 今天也写了一篇 林教授写说 国安局长在立法院证实 会监控脸书等公开网络 征收诋毁国家元首的讯息 这个是严重侵犯人民宪法的权利 那联合报黑白集写说 国安局长在立法院承认 该局监控脸书社群 范围包括诋毁国家元首 等等等等 其实大学教授的投诉 跟联合报的黑白集 并没有把国安局长的话看清楚 我念联合报给你听 这是11月2号联合报的头版头 国安局长昨天在立法院打询说 国安局会监控脸书等公开网络 社群征收的内容包括诋毁国家元首等 影响国家安全的情资 那这个是11月1号 国安局长在立法院讲的 联合报11月2号的头版头 蔡总统在11月2号 在蔡总统自己的脸书 蔡总统想 在你自己脸书公开发表意见 谁都无权干涉 更不会受到监控 蔡总统说 我领导的政府 不会违法限制国民的自由 蔡总统讲的 也就是说 国安局长11月1号 在立法院论述不清楚 蔡总统11月2号 帮国安局长澄清 我请问林教授 跟联合报社论主比 你没有update吗 你没有update吗 蔡总统的澄清有做 但是不够好 我也能现铺一下 国安局长讲的意思是说 诋毁国家元首等 影响国家安全的情知 关键是不在诋毁国家元首 关键是在于影响国家安全 兄弟 如果没有影响国家安全 你爱怎么诋毁批评 谩骂总统 这都OK 如果没有影响国家安全 如果你影响国家安全 管你是脸书 或是赖或是PTT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听到没有 我这样论述 有没有比国安局长清楚 我再讲一遍 如果没有影响国家安全 你爱怎么骂总统 随便你怎么骂 如果没有影响国家安全 这样很清楚吧 如果没有影响国家安全 你可以随意的批评总统 好 如果有影响国家安全 不管你是用脸书 或用赖或PTT 什么推特什么的 你就要接受法办 如果影响国家安全的话 就这么简单 这个有很复杂吗 这有很难吗 我昨天特别跟他大家讲 上个礼拜六 11月3号联合报的头版头 我讲了 有讲跟没有讲 我现在念的是联合报的新闻 美国的脸书 关于假消息 这是什么选霸法 诽谤罪 他是不给资料的 LINE的总公司在日本 你要跟LINE调资料 请你拿法院的调取票来 你警方申请他不给的 他要法院的正式公文 Google也一样 Google不接受警方的申请 Google只受理法院 或地检署的喊吻 换句话说 国安局长讲的监控脸书 监控这两个字 一点也不精确 国安局没有人力 没有物力 没有机器 没有设备 更重要的是 国安局根本没有管辖权 一堆公司在美国 在日本 你是要管什么 就一句话就说穿了 国安局根本没有办法 监控脸书 同学 我这样讲有清楚吗 我一再帮国安局 澄清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请大家不要再以而穿而好吗 第一 国安局没有监控脸书 他没有能力 也没有管辖权监控脸书 第二 只要不影响国家安全 不是造假栽赃 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总统 我再讲一遍 只要不影响国家安全 不是造假栽赃 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总统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 我们待会每日一句要提到的年金改革 你可以批评蔡总统的年金改革 改得不对 改得不好 这种违宪 违反比例原则 法律不受其既往 现在保护 你可以骂一大堆 你任何的批评年金改革 针对蔡总统 这个都没问题 可是 你可不可以在脸书写说 蔡总统砍18% 蔡总统推年金改革 然后蔡总统把其中的100亿 藏在蔡总统的家里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你这个就是造假跟栽赃 你可以批评蔡总统讲的年金改革 他推的年金改革 可是你不能乱掰说 他把其中的100亿藏起来 据为己有 他把100亿藏在他的豪宅下面 这个都是钱什么 那个就不对了 所以重点在于 有没有影响国家安全吗 重点在于 你是不是栽赃跟造假 譬如说之前蔡总统 不是去巡视灾区吗 蔡总统不是搭云豹装甲车 被骂惨的吗 有人在脸书说 总统下令装甲车的那些什么 怎么机关枪通通上唐 随便乱讲怎么可能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啊 所以你可以批评蔡总统 人家灾区的民众都泡在水里 你怎么坐装甲车 你这样批评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你不能骄傲天处说 那个里面的那个阿兵哥 那个什么机枪步枪都上唐了 准备要打人了 被抬人了 那个就不行 就这么简单的差别 有很难弄清楚吗 一定要去抓国安局长的语病 然后穷追猛打吗 我就跟你讲 国安局长他话讲不清楚吗 我讲的比他清楚了 是不是我去当国安局长比较适合 这当开玩笑 不讲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 昨天在立法院 这个是立委黄国昌的咨询 非常好 这个立法院 112个立委脑筋清楚的 其实没几个 黄国昌说警政署公布的地下赌盘赌资 97亿 可是查扣的赌资 只有163万 到底是查证还查假的 这个就是内行的 警政署说 这个是账面上的投注金额 这个也是骗人的 骗大家都不懂 警政署说 本周将再度发动扫荡 其实听你们我跟你讲 从头到尾都是用骗的 都是用骗的 你看中国时报写 警方查获两个大型赌博网站的六合彩组头 疑似开出选举赌盘 警方查出赌资超过97亿 很简单 那我请问大家 97亿 哪一些是签六合彩 哪一签是签选举赌盘 警政署变不出来吗 就我跟你讲 他为什么要去掰97亿 就是说 哇那数字好好听 我查获选举赌盘97亿啊 就去骗一些外行的人嘛 譬如说蔡总统啊 赖院长啊 这个那个徐国勇 内政部长啊 他们的外行就骗他 我们查到97亿 那是骗人的啦 警政署说 这97亿啊 是今年的八九月查获的 大家都知道投票日是11月24号 我请问警政署 八九月要怎么下注啦 那八月的时候 高雄有寒流吗 八月的时候寒流不知道在哪里啊 韩国瑜凤山的场子爆棚 是10月26啊 你八九月查到97亿 我喔 我跟田中边说 其实我是建议警政署 不要再瞎掰了啦 六合彩一个礼拜开奖三次 一年52个礼拜 应该是156次 两年我就算他300次啦 因为有时候他会没开 这个香港的这六合彩 那选举呢 是两年选一次 六合彩两年要开奖300次 我请警政署想一想 我请田中边想一想 两年六合彩开奖300次 两年选举赌盘赌一次 如果你是总组头 如果你是收牌的 你会不会为了两年一次的选举赌盘 然后去被警察 逮到 去牺牲两年开奖300次的六合彩 你要赌到一边 一个是两年开奖300次 一个是两年开奖一次 有这么笨的主头吗 有这么笨的主头吗 是选举赌盘赚的比较多 还是六合彩赚比较多 是选举赌盘赚比较多 还是赌NBA赌足球赌大联盟赚比较多 那有没有人开选举赌盘 当然有 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赌选举算什么 但是以我的了解 大部分的主头他不开盘 他也不收下注 他不 我根本就不收 我不玩这个嘛 我一离拜三次 我来开六合彩 我温温暖谈 比较实在 我给你拨选举 要做什么 我拨选举 我开这个赌盘 被人家知道了 小城的六合彩 选举赌盘可以签 大家都来我这签 我就死了 我赌盘开出来 假设我开一号要让票几票 二号要让票几票 郝酸你来吹我 拜托 兄弟要这么久了 你是怎么 你为什么认为我会输 为什么 为什么对方要让我20万票 我走去 不要再掰了 我说真正 查到97亿 其实大部分都是 都是六合彩 都是运动赌博 跟赌博 跟选举赌盘 其实没什么关系 这个昨天跟他讲 那个什么反喜钱贫贱 这些都是假的 我昨天跟他提到 银楼跟当铺 当然不是每一间都这样 我修正一下 应该说有些银楼跟当铺 可能 可能有洗钱的管道货资讯 刚刚提到六合彩的签读 警察平常不知道 警政署平常没在抓六合彩的 我跟各位报告 平常还真的没在抓 因为在地方上 敢去弄六合彩的 都不是简单的人物 再次跟听没有做报告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节目做脸书的直播 所以如果你现在上脸书 到飞碟联播网 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 那同步可以看我们 呃 主控的画面 然后呢 也会听到我们节目内容 那稍晚呢 呃 可能要给我们一点后置的时间 我们会在YouTube 会上传到YouTube做重播 那说慌人兄呢 我只有在看脸书 我YouTube比较不常看 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虽然在脸书是直播呢 可是呢 呃 譬如说你晚上八点多 九点多 你比较空 然后要看我们节目 要听我们节目的话 你在脸书 到飞碟联播网的脸书 你一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这个 影片 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影片 你稍后可以 所以你有 很多管道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听到我们节目 脸书可以 YouTube也可以 那请大家搜寻这个 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然后按赞 或是按订阅 然后你就可以收到我们节目最新的 这个讯息 这点特别跟听众们做报告 那后天呢 呃 11月8号礼拜四呢 我们会做我们 呃 电台主控的一个短短的直播 到时候我会请我们 同事帮忙剪成呃比较短的影片 可能是几分钟的影片 然后介绍我们主控的环境 因为我我我想可能99%的听众朋友 没有来过广播电台 不知道广播电台长什么样子 其实广播电台 也蛮好玩的 坦白讲了 因为我我自己做主控之后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这有有不同的这个feel 好有不同的feel 我们11月8号礼拜四 在跟听众朋友做报告 那这个我我知道我欠大家一年多了 好这个出来混 欠的也是要还 那11月8号那个影片 如果你11月8号没有空的话 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影片会留在脸书 也会留在YouTube 好 所以如果你不要miss任何的讯息呢 呃 就到我们贝蝶联播网的这个脸书 跟YouTube的频道 好 然后直接的订阅跟按赞 然后接收最新的这个通知 你就不会miss掉了 你就不会miss掉 呃 那这个我们节目以前 呃可能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10年有了 就是很早很早以前 刚开始脸书的时候 我们非蝶晚餐有粉丝团 好在脸书 那我我自己 惨淡经营了几个月之后 实在是 我我我最多的时候有 好像是两三千人吧 我记得印象中两三千 然后我就把这个 那个粉丝团给关了 好那目前我们节目没有 没有我没有打算要开粉丝团 我们的节目的讯息都会 在飞蝶电台的 应该讲飞蝶联播网的脸书 跟飞蝶联播网的YouTube频道 好跟大家做报告 好这点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那请大家期待我们后天 呃没有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来宾 或什么什么唱歌表演都没有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主控长什么样子 好我们看今天这个自由时报报导 这是美国的这个呃 其中选举 那预估要花这个美金52亿 超过台币1600亿 说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烧钱的 国会的选举 那川普总统今天讲 提醒他的支持者 他说我啊 他说我在选票上面 提醒大家 你有没有听我吗 你要不要挺这个这个川普 其实这不是总统的改选 川普的任期还有两年 那这次是美国的参众两院 跟州长的这个改选 那当然会影响到 美国的2020的总统大选 对川普的连任会有影响 不过天哪 如果砸这么多钱再选 到底是你算了呢 之前我们跟他报告 报导过那个民进党台南市长 党内初选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啊 跑去参加民事的本土剧 那去里面嘎一个角色 那个本土剧叫幸福来的 那后来NCC啊 对民事开罚 罚了35万 但是这个开罚 其实没有什么 你听见没有 民事八点档 一个小时的广告收入多少 那陈廷飞的这个资助 有没有给钱 听见没有 我讲这个对媒体 很多媒体 都是在算钱的啦 你要来我的八点档嘎一脚 我举个例子好了 那个有一个韩剧 很多年前的 那个韩剧很有名 叫做Good Doctor 这个善良医生 那这个韩剧呢 我记得好多年前的 那这个韩剧因为拍得很好 所以后来美国跟日本啊 都跑去翻拍 这个剧情啊 这个故事很好 我们来偷一下 都拿去拍 那在这个韩剧里面呢 你看那个男女主角 他们经常去吃一个 那个一个三明治 一个进口的三明治 我就不要讲名字了 他就怎么一天到晚 在吃这个 为什么 那是sponsor 那就是置入 所以NCC开罚35万 到底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 这个开罚 你罚35万对民事来讲 根本不痛不痒 那听见没有 我当然知道民进党台南市场 党内选业结束了 黄伟哲赢 那因为黄伟哲赢 陈廷被输 所以就算了吗 黄伟哲去年十月公开指控 有人初选花一亿 民进党的台南市场 党内初选是今年的三月 如果去年十月 已经花一亿 到今年三月要花多少 伟哲兄 你讲好的一亿呢 民进党台南市场 初选有六个候选人 扣掉黄伟哲还有五个 那到底是谁 去年十月就花一亿 就很可惜黄伟哲一直没有讲清楚 天文你想 如果这个人他当选台南市场 不要说逮算 大选我不讲 初选我就花一亿 如果我当选台南市场 我这一亿要怎么还 我要还现金 还是还人情 我要怎么还 还有更惨的 听到没有你没想过 如果我花了一亿 结果党内初选输了 那怎么办 你当选很难还 那你落选怎么还 你 你换资 他去策算结果输 你这资 就是要怎么还 我看美国的选计 跟台湾的选计 我们看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昨天 在中国的一个博览会 他们这个致辞 习近平说 他说每一个国家 都应该努力改善 自己的这个营商的环境 商业的环境 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不能总是粉饰自己 指责别人 不能像手电筒那样 只照他人不照自己 这个在讲谁 当时在讲美国 当时在讲这个川普 不过 这个美国其中选举的部分 我们要看 这个美国开票的结果 那当然会有各种 不同的解读 什么对川普有利 对川普不利 或者对美中贸易战的影响等等 那另外观察点是 这个月月底的G团体 我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是联合报 联合报礼拜天 前国安会民主长 苏启 在联合报的专栏写的 他里面提到 台湾的悲哀 说我们的悲哀 从李登辉当年的讲那一段 开始谈起 我的引述 苏启教授写的 他说 如果国家的命运 如果命运 有国际权力平衡的决定 就算悲哀 那么大多数国家 都逃不掉这个悲哀 他讲的希腊 跟乌克兰的例子 还有我之前在跟他跳针 讲的那个西班牙的 加泰隆尼亚 就国际社会不支持 你公投其实没什么用 苏启写 他说 当台湾发现 自己的经济奇迹一场 最后等同于福建省 然后呢 民主化一场 却逃脱不了 大国主宰前途的宿命 那才真是台湾人的悲哀 那我觉得苏启教授 写这个是 大家应该去深思啊 美国啦 中国啦 日本啦 欧盟啦 其实这些大国是 主宰我们的前途跟宿命 然后我们的经济衰退 亚洲四小龙最后一名 其实只剩下民主跟选举 那同一天呢 在联合报同一个版面 是文化大学的教授 赵建民 赵教授 那赵教授的大作 他提到那个 当年的马席会 那 其实他里面在分析 蔡席会啦 就说 九二共事蔡总统不承认 习近平是不可能 跟蔡总统见面 那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逻辑说 如果蔡总统不承认 九二共事 也可以见习近平 有一个蔡席会啦 不管在新加坡啦 或在香港啦 在金门啦 哪个地方都好 如果蔡总统不承认 九二共事 也可以见习近平 下一个总统 他也不会承认九二共事 那赵建民教授写 他说 目前啊 就蔡总统不讲维持现状吗 目前不接触的状况啊 似乎反而促使陆方 加快统一的路径设计 这个赵建民教授写这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说 这个讲的跟我2015年 跟大家报告的有一点像 我当时跟大家说 维持现状 如果维持 因为蔡总统2015在选举的时候 他一直讲维持现状 我当时跟他报告说 维持现状 我认为啦 我认为维持现状到最后 就是被统一了 那赵建民教授写说 目前不接触的状况 似乎反而促使陆方啊 加快统一的路径设计 这个 好 这大家参考了 来听到没有 我们来开放我们的这个 扣印电话 02-2363-9955 控制 2363 我们昨天还是有这个 路过的听众朋友 打电话进来 这点我特别的 我只能说再次的抱歉 因为我不太可能 每天节目我都去讲 重复的事情 一直讲一直讲 这样很像在调整 那你偶尔听我们节目 然后非常的热情 参与扣印进来 我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 但是我跟各位讲的那么白 你不是我的talkie audience 你不是我的TA 我要的是你长期收听我们节目 你知道我们现在扣印要谈什么 我的题目没有变过 有啦 第三题有变过一点点了 我本来第三题是谈APEC 后来发现 大家讲的都跟我不太一样 我就把他改题目 你有看过这么白的主持人吗 因为我发现 大家讲的都跟我不太一样 我就把第三题的题目改了 我跟你讲实在话是这样 那我希望你是有备而来 你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 然后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答案再打进来 我希望的状况是这样子 来我们的call in电话 我们11月8号 礼拜四的直播 我也会秀我们的电话给你看 给你看我是怎么接call in的 你到时候看就知道 因为你每天听你不知道 我在做什么 我礼拜四的直播 我秀给你看我是怎么接call in的 来022363995来 贝利晚餐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贵姓你好 台北新元 严先生 严先生 所以你是有备而来的 对 好严先生来 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来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英国跟美国的关系 英国跟美国关系 那我换一下 来 那个两岸是一家人吗 说一 血统是一样 但是不是一家人 你有听过美国说 跟英国是一家人吗 严先生 你不要问我 你讲你的答案就好 对啊 我就说跟美国跟英国的关系 你不要反问我 我是做球给你杀 那我就说 我就说是美国跟英国的关系 所以我问你两岸是不是一家人 我不是要吐了 我是要你的答案 不是啊 对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来第二题 如果一直拖下去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应该是有利 为什么 因为拖下去一定要战争 战争不可能说他打我们 我们不打他们 两方面都打 中国现在是世界强国 等你打过去 他的经济体完全溃散的时候 他就变成不是世界强国了 所以拖下去对我们是有利的 当然是有利 那言先那个如果统一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统一的老百姓的代价 没有健保没有退休金 什么通通没有啊 健保跟退休金 通通没有啊 也没有什么年金啊 什么通通都没有啊 你看大陆会给你吗 中国会给你吗 那独立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独立啊 独立我们就是一个国家啦 国家我们就跟很多国家签帮啊 言先我说 如果独立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可能是什么 当然也是战争啊 战争完了之后就是独立啦 好 言先来最后题 给蔡总统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来 我给他正面的建议啊 需要多用一些年轻人啊 不要老是用一些那些老人在那边搞政治啊 你说蔡总统的两岸政策要多找一些年轻人 当然啦 你大陆现在都是年轻人 你看他看他网均都是年轻人啊 老年人会用网路吗 当然是输的嘛 对 你多用点年轻人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思维啊 两岸政策用年轻人 对啊 谢谢严先生 谢谢你 我们之前有听到没有建议蔡总统用苏奇 好 就是我们刚提到的 前国安卫的秘书长苏奇 那你看我们刚刚严先生的建议是蔡总统多用年轻人 用年轻人也好 用老 用那个马总统的老臣也好 这个其实是各有利弊得失的 谢谢严先生来 022363995来 非得晚餐你好 阿楼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你住哪 贵姓你好 我是那个草原龟山的阿植 阿植 对 哪个植 就植来植王的植 你本名 真的假的 真的 阿植你好 我阿文 你好 我有听啊 你好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是一家人 两岸是一家人 好 那么一直这样拖下去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可能有利 可能有利 大陆那边他们权力也在改变 然后有些思想也在酝酿 那有可能拖下去 不会捅也不会赌也不会赞 那拖下去是怎样 不会捅也不会赌也不会赞 那你的研判是会怎样 我们维持现状 我们维持现状 起码就还可以过生活 就是继续这样就对了 好 那如果统一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统一的话 我们有可能要学简体制 然后要去学他们共产党的历史 然后接受他的中心思想 然后自由上面限制 没有选举 OK 你讲的范围很广 有备而来 有备而来 听得出来 独立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先战争 然后也独立不成 先战争 然后独立又失败 这样子 然后还是被统一 给蔡总统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 来 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再挑起 种族间的内战 然后能够放下政治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吸收一些蓝的 也不一定要绿的 来 你说种族的内战 那是川普吧 我们其实也是啊 我们更多种族啊 不是很能够follow 你讲的部分是哪个部分 我们有原住民 有闽南人 有客家人 外省人 还有民主民 对对对 蔡总统有挑起这一块吗 有啊 他昨天讲台湾价值啊 好 你们的台湾价值都不同啊 你一说蔡总统 不要在这上面 做文章就对了啦 对 就只讲一字形态 他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OK 好 阿子谢谢你 谢谢你捧场哦 感谢 感谢 来我们还在接通 022363995 来 菲利晚餐你好 不好意思我们再接下一位 哈喽你好 大哥你好 菲利哥你好 你好您住哪个贵心你好 台北的阿袍 阿宝 阿宝 阿宝你好来 我们从第一题开始来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一家人 两岸是一家人 兄弟 好 如果一直这样拖下去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不利 不利哦为什么 因为大陆一直在茁壮啊 一直在成长啊 我们还是一样在这边 原地踏步而已 是 如果统一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没有自由没有选举 没有自由没有选举 好 如果独立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独立的话就是战争啊 独立的话代价就是战争 好 阿宝给蔡总统两岸政策 正面的建议来 放下蓝绿 为台湾人民着想 你这一枯 放下蓝绿 然后为台湾人民着想 对啊 这是你给蔡总统两岸政策 正面的建议 对对对 阿宝问你 你觉得他会听你的吗 当然也是不会 空心态怎么办 可是就是我们小小的心声啊 OK 我了解我了解 谢谢你捧场 感谢阿宝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阿宝你刚刚讲的 我说蔡总统的部分 我给听了没个时间点 就是11月24号 那个投票 我们九合一选举投票 投票结果 川普会修正 蔡总统也会修正 问题是往哪个方向修正 再次预告 后天11月8号礼拜四 我们节目会做 这个飞碟晚餐节目的 这个内幕 这个主控式的直播 那另外我们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的节目在脸书的直播 在YouTube的重播 如果在脸书跟YouTube呢 请大家搜寻 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这五个字 一样 脸书跟YouTube的这个账号 是一样 就叫飞碟联播网 我们就看到我们观众的网站 好 我们看今天每一句是蔡总统 那宜然浮悬 蔡总统年改 对台湾来讲是很好的事情 但对退休人来说 年金可以永续 他就不怕年金会破产 一定领得到他的退休金 那在这个时间呢 他们没有完全的了解 所以他们现在较想起 这次选举我们选的比较困难 这我们今天的每一句 我看了影片 蔡总统的台语不太有进步 讲了几句又变国语 所以我刚念给大家的稿子 其实蔡总统是台语跟国语交叉的 那因为时间关系 请大家到联合报去找 7月16 有一篇读者投书是小弟我写的 其实年金改革只是延后破产而已 但是蔡总统跟马总统跟柯文哲 他们是同一个麻病 叫做自我感觉良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狗废火车 这个是柯文哲的竞选狂 这是小野 他拍影片去挺陈其脉 那天后我有两个问题 因为我看各报的新闻报导 我觉得很奇怪 到底小野跟柯文哲报告的时候 柯文哲有没有叹气 柯文哲说有 那小野说没有 到底是怎样 那另外呢 这个影片啊 有写柯文哲竞选总干事 这个头衔 小野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影片 有打这个头衔 可是陈其脉说 在上个月啊 影片拍完啊 就拿给小野看 那小野真的是政治小白兔吗 他真的忘了自己是柯文哲总干事吗 影片拍好你事前没看过吗 我一个更白目的问题 小野拍影片挺陈其脉 柯文哲事后才知道吗 那其实 你柯文哲的总干事理论上 应该帮柯文哲辅选 你怎么会跑去帮陈其脉呢 天后 你记不记得 柯文哲是如何批评高雄 如何修理陈局 柯文哲骂高雄的举债负债 骂 然后陈局回骂 骂柯文哲说你没有高度 柯文哲又回说 我身高172 怎么会没高度呢 柯文哲去年11月说 无论谁是陈局的接班人 将来当高雄市长都很难做 因为负债累累嘛 我请问小野 这句话你要不要送给陈其脉 还是要送给韩国瑜 你记不记得 我们昨天跟他讲的 柯文哲在浮选的行程 他自己说的 他说很多人问 为什么可以还这么多钱 他说帮台北市 还了521 柯文哲说 我问财政局长跟主计出场 他们也搞不清楚 钱从哪里来 他自己都不知道 钱从哪里来 他有什么资格去批评高雄的 举债跟负债呢 比如你说这样 敢不说白 我说真的 对陈局就不说白了 所以 这个小野跑去挺陈其脉 我的看法 大家参考 我认为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今天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